館長的最頂脆皮燒肉便當 一顆直逼260元 但是盡力卻只有3%不到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今天我會用各種資訊 專業分析 哈囉我是威利 一顆便當220元 盡力卻不到3% 的便當你敢信嗎 而且接下來還準備 調漲值260元以上 今天我會用 專業餐飲經營人的視角 讓大家了解 第一個脆皮燒肉便當的 真實成本 第二個判斷到底是 佛心賣還是歌韭菜 第三個就是我的心得與建議 特別是第三個 值得所有經營者借鑒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目前我經營多個餐飲品牌 其中一個餐盒品牌 也有10多間的分店 我在餐飲這個領域 也有近10年的經營之力 所以待會兒的資訊一定足夠客觀 待會兒我做的成本分析 不會像是新聞一樣 是蓋股指 而是直接用餐飲計算成本 動表的方式 並且提供報價單去做精算 所以絕對公正正確且清晰 這次餐廣長的便當吵得沸沸揚揚的 餐廣長已經在強調自己沒有賺錢 真的會有老闆做賠錢的 或者是哪一個環節出問題 又或者是賺很大出來割韭菜 我用他官網上的這張照片去做參考 大致上的內容物有飯 有高麗菜 菠菜 燒肉 便當盒 筷子 袋子 兩個醬料碟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一一的個別拆解 白飯我抓最頂 我們米其林肉燥飯等級的白米 一份250克是6元 高麗菜含淨料一份抓70克 那最近因為菜價比較便宜 約為2.1元 綠菜約為3.5元 這邊有表格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那乳蛋一顆 因為最近蛋價很高是9塊錢 酸菜我抓30克 差不多就是2.13元 豆干我沒有完全一樣的產品 我抓一個類似的 一份30克是2.6元 香腸洋蔥兩種醬料 我們核算為10元 那目前不包含主食合計為35.33 包材的部分 我請全台規模數一數二的廠商 萬福提供資訊給我們 大家可以看一下副表 便當盒4元 裝燒肉紙盒3.25 兩個醬料碟3元 筷子0.25 袋子0.4 這邊全部加種起來是9.4元 燒肉的部分 袋皮5花肉1公斤240元 1克就是0.24 館長的燒肉是足5兩 等於187克 在烤的過程一定會有耗損 例如像是油或是水的揮發 所以我們假設 淨料率為70% 如果成品要足5兩 187克的話 用187除以70% 就等於267克 要用267克的肉 才能做出5兩的成品 那267乘於0.24 所以光是肉的原材料 就有64元 再加上其他的配菜 35.33 包材9.4 全部加種起來是108.73 我們抓一個整數110 還有一些可能館長他的食材 全部都是最頂的 增幅10% 所以燒肉便當實際的成本就是120元 如果說他賣220元可以賺100 賣260可以賺140 賣一份賺一份 根本是 暴利割韭菜定案 不過大家不要急 賣一份賺140元叫做毛利 毛利等於售價減掉成本嗎 難道他不用房租 不用人事 不用水電 不用類無城市的建置費用嗎 所以客觀的說 餐飲不能只看成本 只看毛利 因為其他的管銷成本還是非常的多 現在他一份的毛利率50%上下 50%可能很多人沒有概念 其實餐飲店家毛利率只抓50% 代表你售價中50%都是與食材相關的費用 其實已經非常的佛心 鼎泰豐他的食材佔比約為25% 毛利率75%是不含人事 代表你花錢買到的東西 食材只佔其中的25% 250元的小籠包 成本只要62元 甚至是更低 大多都是買服務買環境 而一般的餐廳平均食材佔比30% 小吃約為40% 所以從這一點可以看出 他的售價脆皮燒肉是非常的合理 完全沒有割韭菜的嫌疑 至於盡力是多少 我們稍微試算一下 假設館長他的管理比較鬆 或者是給的薪資比較高 人事成本含勞健保勞退算30% 再來房租攤體的部分 我以我自己門店的平均值 房租加攤體抓10% 如果說佔比高過這個10% 代表是你營業額太低 或者是建置成本太高 又或者是你選的門店房租太高 隨電費我用百萬營收的快餐 平均值算3% 發票5% 其他的支出2% 所以這邊全部加總起來 扣下來最後的淨力 可能就真的只有0 或者是只有個位數 所以經營起來會非常的辛苦 不過上面這些資訊全部都重要 只是要讓大家知道 這個所謂的淨力是怎麼算出來的 那重點來了 作為餐飲經營者 我想要說 單店餐飲本來就是賺管理財 人員教育訓練 可我們努力一點 流程想辦法效率提升一點 把人事佔比下降個5% 那我們營業額多努力一點 把固定支出佔比降個2% 銷售策略我們做個節償補短 把食材成本降個5% 利潤其實擠一擠就出來 畢竟快餐本來就是薄利多銷 拚的就是誰管理能力更好 不過我個人認為本質上這次炒的問題 跟賣多少賺多少完全沒有關係 今天你要出來賣一個相對高單價的產品 本來就不應該聚焦在價格或者是成本上 因為對於在意價格的顧客來說 便宜還要更便宜 你賺有錢就是不應該 但是如果你鎖定的是在意價值的客人 他不會care你的成本價格是多少 因為他在乎的是你提供的價值 就像是館長買G-card 反而越貴他越要買 不貴他還不買 鼎泰豐老師說CP值也很低 但是為什麼他生意這麼好 因為消費者認同他的價值 鼎泰豐從來不會強調 我實在成本只有25% 但是他會放大我的人事成本 是業界最頂的40%以上 我是佛心企業 這就是他提供的其中一個價值 所以這一次真正的問題在於 品牌策略 賣一個產品一開始就要鎖定好 一小群的受眾 只專注跟他們做溝通 以館長的便當來舉例 你可以說我絕不會在CP值上面做競爭 而是提供最用心的產品 專注服務想對自己好一點的客人 你所吃的每一份脆皮五花 都是耗時48小時精心製作 吃的每一粒米都是使用 日本進口的IH 吹阻壓力電子鍋製成 超刀本次作品的師傅 從事餐飲幾十年 還曾經幫撒鹽歌捧鹽 或是藉由物以稀為貴提升價值感 當稀缺性提升 這樣的產品不是滿足最低層級 吃的生存需求 而是滿足人們想要炫耀的尊重需求 賣越貴反而越熱銷 不貴還沒人買 你可以當便當界的G卡 總之品牌策略要明確的對你的目標受眾 也就是在乎價值 但不在乎價格的受眾對話 現在的狀況有點像是 你一直在跟想買低價格的顧客 去解釋說 我的高價格是很合理的 所以你會導致最後不管想買G卡客人 或是想買Toyota客人 兩邊你都沒有討好 其實顧客對於店家的成本根本沒有任何興趣 他只關心自己的付出是否等值 在一開始我們就要清楚的知道 自己的TA是誰 他們在乎的是什麼 以及我們要做哪一些的溝通 當然現在的品牌策略跟問題都已經成定局 現階段可以試著 第一個把脆皮燒肉便當設定成一個引流產品 藉由這支不賺錢的引流產品 結長補短 讓顧客購買其他的利潤產品 比如像飲料 副餐 套餐 就像是麥當勞賺錢的不是漢堡 而是靠可樂一樣 或者是把其他產品毛利給定高 例如你的雞腿便當賣130元合理 為了補脆皮燒肉缺雞腿排骨多賺一點賣160 價格它是比較出來的 160元的便當擺在260元的便當 看起來都非常合理 或者是可以跟健身房結合 有升級頂級VIP的會員 每個月可以免費兌換脆皮燒肉 把整個便當店當成引流產品 導流進健身房 總結來說藉由館長這次便當的事件以及策略 也讓所有人知道 餐飲的辛苦並不是大家所想的這麼好賺 以及策略的重要性 以上都是我個人的潛見 肯定還有更棒的觀點以及解決辦法 也祝福館長的開業能夠順順利利 最後我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260元的脆皮燒肉便當你會買單嗎 1會2不會3其他 歡迎在下方留下你的看法 喜歡今天影片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追蹤IG 我是Willy創業的PayPal者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他的評論 按下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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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